词曲 李云 编曲 李云 真智 吹过 无ноз 云王 云霖 还有我心为何应做到 三君曲解我出笑 说过了自己没有归虫 我无论是否成功 让一生热血共一颗温柔 其他无足尽重 借下多少次伤痛 要换我千年为眸 看海下巨浪拍空 分起中华英雄 时代光荣 借下多少次伤痛 我身手终之城 看海下风平浪静 两岸半夜星楼 我时代光荣 看海下巨浪静 我时代光荣 这一面见得真不容易啊 法国人盯得太紧 昨天无法脱身 今天只好临时改变地点 海的绝帅空等一夜 林先生是有名的爱国志士 自然树打招风 此前仗义送我的铁匠营渡台 我留麻子在这里 先谢过先生了 绝帅客气 都是绝帅远见着实啊 自从法国人封锁了海峡 我就把船卖给了美国人 本想挂美国过去 法国人是不敢乱来的 可是谁知道 巴德诺和美国人签了协议 只要发现 绝帅或者咱们的军火 确实在我的船上 他们就仍然可以开炮 是啊 国师日衰 各路强盗 都要粉末登场了 那我们赶紧想办法呀 不然那些铁匠在台湾 可要等风了 我已经有了计划 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老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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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大爷 老宝子 再给我叫姑娘上来 我先没开二重啊 爷 你别拉着我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别拉我 您瞧你这气势汹汹的 猪手膜 猪手膜在这儿 猪手膜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站住 站住 你放开 哎呀 这个女客是不能啊 我到这边看看 啊 去去去去 让开 什么干什么 看见流明船了吗 什么流明船 我这儿只有床没有船哪 你过来 你过来我这 你给我过来呗 你听 你听 说 我叔爷爷呢 我不知道啊 你这 不然呢 我我真不知道 那老爷 他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 明明有人看见 你跟我叔爷爷在一起 他万一有了 夫人 我要说半句假话 天大武雷轰 你跟我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他上哪儿去了 我真是自己花钱上这儿来的 二妈 咱们就别跟他说那么多废话了 我林维园就是舍出这条命来 也要把这批物资运到台湾 好 您放心吧 林先生下面有几个人吵吵嚷嚷的 好像是冲爵来的 这 这 爵爵 您快避一避吧 爵爵快跟我从后门走 好 请 大爷今儿这钱不给了 我们这儿这么多客人 你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爵 咱换个地方说好不好啊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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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吃了花 你吃了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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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请 好 君帅 请 瞧瞧这是怎么了 天天盼着少爷小姐回来 可也别这么个回法啊 夫人 您还是快喝了这碗汤不补身子吧 要是动了胎气可怎么得了啊 爹 您这是怎么了 自打到了上海 您就像中了魔似的 您就真不怕成为千古罪人 真不怕毁了这个家 爹 二妈这么多年在乡下 跟您受了多大的委屈 您就真不怕伤了她的心啊 书爷爷 圣人行大道 君子不中拥 您 您怎么能干出这等苟且之事呢 爹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要是有 你就说出来 我想二妈会原谅你的 是不是二妈 咱们刘家怎么越来越没规矩了 轮到你们审我了 爹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他不这么说 他怎么说呀 我们的将军好像上了军事法庭啊 好了好了 你跟他们说吧 这是我们的家事 还轮不到外人插嘴 如果今天真是你们家事的话 当然不用外人来插眼了 可是今天你父亲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国事 那你快说 我们是不是冤枉了爹 你们哪真是为子不孝 为臣不忠 你们真是误会了绝帅了 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 赶快给爹赔不是啊 快点啊 叔爷爷 爹 我们错怪您了 好了好了 行了 爹啊 本来不想瞒你们 可又不得不瞒你们呢 现在总算尘埃落定了 长三堂子的事 已经上了洋人的报纸了 你们虽然都蒙在鼓里头 可是总算帮爹唱完了这出戏 爹 还是我相信你吧 我就说爹是有苦衷的 哎 淑婷是个聪明的孩子 圣护 朝代 都是好孩子 展若 咱们刘家 祖上有德 祖上有德呀 老爷 今后你有什么事 也别瞒着我们 我们再办 也能替你守口如瓶 再啥也能帮你加息斟酌 我只是有一个后怕 怕什么 我知道 儿妈是怕 万一爹爹被法国人的奸细害死了 什么苦衷都来不及说 我们会认为爹是卖国贼 我们一辈子都会觉得难过的 巴德诺先生 请 您请坐 副使大人还没有到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巴德诺先生 我们 谈判比的并不是耐心 女人绣花比比耐心还差不多 谈判比的是公理 强词夺理是没有用的 看您挂子上绣的是麒麟吧 先生是义品官员 和曾国权一样 巴德诺先生 这是和你们谈判的副使 加玄斧贤都办台湾事务的刘大帅 我终于见到您了 您既然是台湾官员 那到上海来干什么 我奉朝廷之命 前来和你谈判 如果我们谈得拢呢 我就不用去台湾了 好极了 这是我们的条件 请签字吧 谈判在于谈 我看都没有看就签字 这是强加于人 我是不会敢的 既然是从北京来的 那你不会不知道 7月9号 我国政府 向贵国公使 李凤鲍照会 必须忠实地提供 执行李鸿章 弗鲁洛简约担保 今天在经报上 公布从越南立即撤兵的 余纸 并且拿出三千万两银子做补偿 这就是我 递给您签约文本包含的主要内容 假如我们根本就不接受讹诈呢 那你就试试看吧 我们的政府已经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得不到答复 我们将用武力获取担保品 我 不怕你的威胁 我坐起来跟你谈判 是希望国与国之间能够平等相待 你们一定要动我奉陪到底 送告 那你 这个人不像大清官员 口气怎么这么强硬啊 嗯 快 我说你这有什么好吃的 朱大人 您这是刚从码头上回来啊 你怎么知道我去码头了 您不是天天到码头去吗 对那是 快给我弄点好吃的送屋里去 我等着你啊 我这就去啊 快点快点啊 哎 我们不要叫刘明传下注 说大话的人不止他一个 他当年起家是靠我们的洋枪队 我已经见过他了 他只是个莽撞的武夫 提马表面如此 不 我是看惯了那些奴眼媚鼓的大清官员 过去就是全清天下的公秦王见了我 也陪着笑脸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流流麻子哪来的底气 嗯 别被他坏了你的好心情啊 反正谈判也就是一种手段 你曾说刘明传无意去台湾在上海花天酒地 可他今天的强硬推翻了阁下的美妙设想 不不不 这也许是他做个样子 当然不是给我们做 是给北京的皇上和皇太后做的 嗯 我仔细想过 他也许是为了少让步而做的这一手 看来不管怎样我的舰队都是要行动的 裴隆部长命令我们 如果刘明传有赴台的可能 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 要抢在他们的前面占领基隆 互为两个港口 你必须及时纠正这个错误 将沃尔达号上的煤炭分给两艘舰 这样一边在刘明传有异常行动的时候 有足够的力量打击他 公使先生对战舰缺乏起码的常识 从沃尔达号 向其他两艘战舰分配煤炭 最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有这么多的时间 刘明传已经到台湾了 我要告诉您的是 只要我的舰队加满了煤炭 即使他签了字 我还是要占领台湾 朱大人 朱大人 我这给您送进去 进来吧 朱大人 都这会儿了您怎么才吃饭呢 这别提了 这没人请我吃饭 这林维园这老东西 朱大人哪 就您这凤银 没人请吃饭 您自己 自己个儿想吃点什么还不容易呀 那不得自己个儿掏银子吗 可这肚子 那还不是自个儿的吗 那正因为肚子是自己个儿的 那所以呢 能忍就忍了 用自己的银子养自己肚子 那不太亏了 我这是用别人银子养自己肚子 那都谁养您这肚子呀 给谁干活谁养我肚子呗 羡慕 羡慕 羡慕啥呀 也就是付点小则呗 朱大人 您这就谦虚了 这跑码头的还叫小则 别提这个码头了 提起码头我就生气 我干了一天活 愣没人请我吃饭 真是 这装货可是个苦活啊 苦点没什么 那都是空箱子 那假货 再说也用了我去干 就是没人请我吃饭 朱大人看来是真饿了 这样我再去整俩小则一会就得 一会就得 刷谁呢 他真把那些货都装上船了 对呀 我们的间谍就在那条船附近 将军 您怎么了 我总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 我们知道流明船要跑 我们也知道 林维元能帮流明船跑 现在呢 流明船的货真的装上了林维元的船 巴德诺先生 您不觉得 现在事情的进展有点奇怪吗 您是说 流明船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对 我看那小子他不太地道 他怎么能逃得了我的 火眼睛睛啊 好大功一见 我们就将计就计 那些空箱子 我说你呀朱先生 你是被那些厨子弄的 看谁都像是奸细了 那现在那法国人把奸细都安排在家里 你说我能够紧张吗 我说实在的我跟你说 现在除了绝帅我看谁呀 那都像奸细 你呀 童安啊 林维元的船没都加满了吗 绝帅 邵大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盛牧 你盯住那个厨子 只要他把假情报一送出去 就让林维元马上开船 要让顾巴知道 咱们船里装的都是空箱子 厨房都安排好了吗 都忙过上了 朕要请朱大人过去监工呢 朕帅那我就 走 走 走 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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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八道东先生有人找 我 刘明船在林维元的船上 今晚就出发完全是一场闹剧 我们上当了 下去 我们上当了 巴德诺先生 你的情报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你必须命令沃尔达号追上那艘船 我们的煤炭是有限的 刘明船到底在哪儿 你必须追上那船 马上 你不能指挥我 拦截六名船 是海军部和外交部的命令 在这个问题上 你必须听我的 不然的话 我要控告你 撤掉你的支 马上 起码 去哪 咖啥 不安门 爵帅 爵帅成了 成了 好 我也該出去活動活動了 在那兒 巴東東先生沒想到是我吧 等一下 你快去 快點 是 男爵歡迎歡迎 巴東東先生 你是讓他去發電報了吧 我們公事館 每天要發很多的電報 你是給姑爸發電報吧 我人還在上海 他跑到海上幹什麼 你應該叫他快點回來 他見上的美可不多呀 男爵 您太坦率了 我這個人有時候是很坦率 能幫助他把劍上的美儘快燒完 我很高興啊 我也很高興 畢竟您還沒走嘛 但是我馬上就要走 就當我是來向你辭刑的吧 告辭 將軍進 進 進 將軍閣下 正前方發現目標 偏左三十度 時速五 二十節 距離一千五百英尺 全速追上去 急前他 是 電報 立即返航 就聽我說啊 爵帥掐算的真是天衣無縫啊 你說不讓姑爸追吧 他都沒用不完 你要讓姑爸追走了 那林先生那可就危險 所以絕帥呀 那是讓他什麼時候走 他就什麼時候走 讓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就什麼時候回來 姑爸呢 船也就追不上了 他沒也用完了 所以林先生太安全了 我們這回是可以大的方方 從他眼皮底下走 這回呀 又能那道三海燕號上來 來拼命啊 吹牛吧 是不是 這叫兩岸元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對對對 說得好啊 我呀 只會打打沙沙 這些恰呀算的事啊 全是夫人和同恩的功勞 哪裡啊絕帥 關鍵是靠咱們的朱先生 要不是朱先生火眼金睛 咱們哪有這個辦法 將計就計啊 好好好 大家仔細出發 這次天王老子都攔不住咱們了 好 絕帥留步 絕帥留步 絕帥請留步啊 少大人怎麼來了 中國人所說 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說有的時候 軍艦和大炮要不來的東西 在談判桌上 也可以得得到 你能討到那些東西都是因為我們的艦隊 你認為劉明傳怕你的軍艦大炮吧 你是什麼意思 你到我的軍艦上來 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我等上您的戰艦 是希望緩解一下您的緊張情緒 因為我已經 成功地讓中國政府幫助我們 對付劉明傳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他現在恨不得把他的政府 撕得粉碎 朝廷昏了頭 我費盡了心思 好不容易才有了這麼一線生機 誰也別想攔著我去台灣 軍帥 您死的可是朝廷的電紋啊 那是朝廷昏了頭 說的竟是些屁話 不管對與錯 我就只知道軍機處給您下了一道命令 讓您留下來 這也是太厚的意思啊 人家法國人點名讓您去談案 你以為法國人是想誠心和談嗎 他們的目的是想把我拖在這兒 不讓我去台灣 你們怎麼都不明白 軍帥 您是朝廷的重臣 朝廷的意思是您想違抗就能違抗得了的嗎 少大人 你怎麼就這麼死心眼 能不能告訴朝廷告訴太后 就說你這電紋晚了一個小時 沒趕上船開了不行嗎 那怎麼行 我是漢林出身 我怎麼能做這種欺君往上的事情呢 再說了 我這蘇松太道的官 那是太后給的 誰都能騙就是不能騙太后 那好 你轉告朝廷轉告太后 我劉明傳 將在外 軍令有所不勝 好 絕帥 那我可就不客氣了 來人 來 送劉大人下船 別動 別動 劉明傳 你敢造反嗎 你敢為亡命嗎 少大人 得罪 送少大人下船 少大人請吧 劉明傳 後果自負 走 副帥 開船吧 絕帥 叔爺 爹 老爺 走吧 絕帥 下船 爹 下船 所有人都換上船工的衣服 立即下船 船長 麻煩你我們下船之後 即刻起航 中國政府承認越南政府 與法蘭西政府之間的一切條約 中國不再在越南駐紮軍隊 中國政府賠償法蘭西三千萬兩白銀軍費 我抗議 我抗議 沙大人 您也可以提出你的建議 貴國政府在給我國的召會裡講得很清楚 這一次貴方將提出一份新的合議草案 可是這份新的合議草案和上一份相比又有什麼不同 我國的召回意思就是在發生了觀音橋戰役的基礎上 在新的形勢下擬定草案 它和以前的草案沒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定是新制定的草案 這只不過是咱們談判的基礎 如果有意見你們也可以提出啊 可是觀音橋一戰你們是打敗了的 在我看來 越南的戰事已經結束 觀音橋的戰役改變不了越南戰事的結果 我想你們非要把制定草案和戰事結果結合起來的話 那麼我要提醒您 邵大人 在中國境內的戰事還沒有開展呢 毫無誠意 小大人 不能這樣評價我的態度 我是懷著誠意來談判的 這也是我們談判的基礎 而對方的誠意又何在呢 我一直注意著 談判代表劉將軍一言不發 我現在很想聽聽劉將軍的看法 我在等著戰事 在這兒 上海嗎 在台灣 這麼說 這法國人是一步都不肯讓啊 呃 於奴才的一見 法國人點名讓劉明傳去和談 就是為了拖住他不讓他走 邵友連來店說 法國人正在高價購買煤和吉養 這觀音橋不是已經讓他們吃了苦頭了嗎 呃 這個 小李子在外面幹什麼呢 有事說 啟稟老佛爺賀德求見 不見不見 還不就讓他糊弄的 這回又上這兒來說什麼呀 他好像是說法軍已經從越南開始運煤呀水呀什麼呢 您看我剛才說什麼來著 法國人人家是盯著台灣呢 那就讓劉明傳快去台灣呢 呃 這個 呃本來啊都快走成了 不是您一封電報給攔回來了嗎 現在再去呀 平時問你什麼 你總是沒主意 現在你怎麼也學得像老六一樣 明里暗里 老師們有幾句 奴才哪敢呢 奴才只是著急劉明傳去台灣的事兒 難辦呢 好不好辦是他的事兒 他不是能幹嗎 讓他辦去啊 反正咱們現在也得讓他走 趕緊走 好 奴才遵旨 快走快走啊 您請 嗯 就這別客官請您哪 我去照應著啊 您聊著 請 我們又見面了 難得大人記得 小人姓張名厚 福建漳州人 張州啊 那我去過 我最愛吃那兒的小吃啊 那有條很有名的賣小吃的一條街 就在一個什麼廟的旁邊 那叫什麼廟來著 大人 小人自幼跟著父兄跑船 走南闖北 家鄉的許多事兒記不清了 小人最近幾年 一直在福建和台灣之間跑買賣 做的是走私生意 不過從來就沒給官軍抓到過 聽說大帥要去台灣 您可以搭我的船 誰跟你說我要去台灣 咱們都是大清子民嘛 台灣到了養鬼子的手裡 我的買賣也就做不成了 那那費用怎麼算 一萬兩銀子 明天先交議程的訂金 其他的等您上了案再一次付清 肯定是假的 絕帥 那什麼是假的 他說的話是假的 那 那這麼說 他不能帶我們去台灣了 那倒不一定 他說他是漳州人 以前我在漳州待過幾年 我就問他一些關於漳州的細節 可他解釋說他離開漳州已經很多年了 他都沒說對 所以我覺得他說話閃閃說說很可疑 那我們怎麼辦 咱們一定要先知道他是誰 他的背景是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送我去台灣 我跟你說 不是我那個誰牛啊 我是什麼眼 那我一眼就發現 那他就是奸襲 有那麼對他 那可不是 我是火眼睫毛 我的爺啊 你大帥今兒怎麼沒來啊 來了 在下面客人上了事兒呢 是嗎 那好 那我看看 等一會兒 你陪我喝一杯 來來來 呦 爺 我那隔壁啊 還得招呼出去呢 這麼著 我讓姑娘們呢 好好的陪著您 好 那就這樣啊 那我去了 您那好好喝著啊 多謝 大爺 大爺 沒找著啊 他到底來沒來啊 他的那幫朋友都說他來了 你們到底約的什麼時候啊 我先走了 爺您走了 大爺您慢走啊 大爺您常來啊 大爺您常來啊 怎麼 劉命傳他沒有來 還是沒來 我等了他一個晚上 你 是不是被他們看出了什麼破綻 應該不會吧 那我明天再去看看 劉公子 御使大人 在下恭候多時了 請 請 請坐 請 請喝茶 御使大人 這個給您 劉公子 這可是一千兩啊 您不會是讓我殺人去吧 唉 御使大人 誰會讓您去殺人呢 我們做御使的不就是用文章去殺人嗎 不過劉公子 這行有行歸 買我們的一份奏折 最高價是五百兩銀子 您 這麼大方的出手 我心裡頭有點慌 您能不能告訴我 您到底要參哪位大人呢 劉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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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不敢 這國難當頭 劉明傳現在是國家的干臣 劉公子 我勸您啊 就別操這份心了 現在國家正在用它 參不倒它呀 那要看拿什麼參 怎麼參了 我會給您劉明傳 敗壞朝政 往刑不法的證據 真的 等您參倒劉明傳 人人都會說您 是個剛正不阿的大忠臣的 就 那麼有把握 我現在掌握劉明傳一個大秘密 把這個秘密抖了出來 滿朝上下對於劉明傳 恨不得共諸治 是 為了國家 什麼國家 你們明明是日本人 為什麼不承認 劉大人真是諱言啊 我們是日本人 但是你放心 我們只是想護送劉大人到台灣 日本海軍為什麼要護送我到台灣去呢 大人 大清國和日本 同在亞洲 本是兄弟 而今西方列強侵犯亞洲 中國和日本 本應該攜手自強 把列強趕走 亞洲 應該成為亞洲人的亞洲 說得很好 那你們為什麼不直接去找朝廷 找我幹什麼 大人 日本絕對不願意公開捲入中法的戰事之中 因為現在的日本 還很弱小 我們只能暗中幫助中國 這一點請大人切記 如果我們護送大人的行動 走入了一點風聲 那麼整個護送行動 將終止 我很難相信你們的動機是善意的 在我沒有完全瞭解你們的目的之前 是我不能接受你們的盛情 告辭 大左閣下 我完全沒有想到劉明川這麼狡猾 海軍部命令再三強調不要暴露我們的身份 我們失職了 大左閣下 這完全是我的過錯 請向海軍部說明我願意接受懲罰 這個劉明川 真是個鬼才啊 海軍部現在關心的是台灣 只有劉明川到台灣 才能抵擋住法國人的入侵 台灣一旦落入到法國人的手裡 我們要從法國人手裡把它搶過來 就沒那麼容易了 你明白嗎 我懂了 我們大和民族 生活在被大海包圍的一片小島之上 我們要生存要發展 就不得不想辦法來擴大我們的版圖 我們只有得到了台灣 才能夠從那裡伸出手去 得到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 所以說台灣 只有台灣 一切為了台灣 你明白嗎 明白了 你馬上再去和劉明川接觸 我會盡快和東京聯繫 請求他們的指示 劉明川居然能幹出這種事情來 這是今兒剛遞上來的折子 我把它先扣下了 哎呀 收養朝廷叛逆列王之女 這可是要殺頭問罪的 劉明川他能有這麼大的膽子 你說呢 奴才不敢說 我看他有這個膽子 這不管有沒有這種事情 一傳出去 台灣他肯定是去不成了 那幫清流人物 一定要拿他回朝廷問罪的 劉明川要是真的做了這樣的事 誰都保不了他 不過這個時候上折子 肯定是有人在背後指使 存心地整劉明川 那太后您得拿個主意啊 啊 這是誰在背後跟我耍心眼啊 我把這折子先扣下 嗯 你趕緊打電報去問問 這劉明川他到底是什麼時候走啊 讓他給我一個準信 這 那 那幫清流這兩天要折騰啊 是啊 拿祖宗家法壓誰都扛不住 所以 你先讓劉明川快點走 怎麼中也得走啊 好 張佩倫 那邊怎麼樣 還算井井有條 得趕緊找個茬把它給辦老 到時候我看誰敢再說三道四的 這 少大人到 少大人 爵帥呢 爵帥出海找船去了 您找他有什麼事嗎 我剛才接到了淳親王打來的電報 傳太后一旨讓他這兩天走 怎麼著也得趕快走啊 淳王一發電報他為什麼沒告訴我呢 你說什麼 不 我是說 朝廷為什麼催得這麼緊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是朝廷那邊出了什麼變故吧 大人 這件事我回頭一定如實禀報劉絕帥 您放心 好 那就拜託了 那您慢走啊 這件事啊 要弄個水落石出 這國將不國呀 我們禀明太后非要這個劉明川說個明白不可 是啊 朝廷不能為了急著用人 就壞了祖宗的家法呀 要是收養朝廷叛逆的女兒都不追究的話 我也就不當這個官了 我們也不也是 我早就說過了 讓劉明川去台灣早晚又出大事 這可好 人還沒到台灣呢 這就出事了 行了行了 這件事情你們別再吵吵了 是真的假不了 是假的也真不了 朝廷下旨查下去就是了 劉明川要是真敢收監那判 有朝廷的王法等著他呢 左帥 左帥 就等您這句話呢 有您這句話 我們心裏可就有譜了 是 各位爺 今兒太后身子骨有點不舒服 早朝就免了 各位請回吧 這 這 這不是明擺著袒護流明川嗎 是啊是啊 左帥 咱們是不是再好好移一移啊 就是啊 各位 總不能天天不上朝吧 這麼大的事情 躲不過去的 明天見 這 這 左帥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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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交給你 對 把淑廷小姐交給我負責 您呢 還去您的台灣算了 絕帥 現在恐怕只能這樣了 這件事情在朝廷已經鬧成大事了 太后讓您去台灣 怎麼著得給大臣們一個交代吧 可迫不得已才想出這麼個法子 這樣才能讓那些老臣們少講話 絕帥您放心 太后交代了 要好好的看待小姐 不會讓您家小姐受委屈 太后的意思是 只要您在台灣立了功 舒婷小姐的事情就好辦了 好 絕帥 如果您固執 那朝廷馬上就要免掉您台灣軍務都辦的職 要是那樣的話 那朝廷可就要好好的問問這件事了 絕帥 您要好好的考慮考慮 我明天再來 您考慮好了 把舒婷小姐交給我 告辭了 告辭了 我就知道是您在背後指使 乾爹 我這也是為了朝廷啊 柳虎 你那點小算盤我還不知道嗎 我看啊 你有點兒太過分了 乾爹 我 你知道劉明川是什麼人嗎 他是國家委派的大將 這個國家能不能過眼前這一關 就看他的了 乾爹 這 在這個時候你來這一手 你可是拿國家的命運當兒戲 乾爹 兒子不敢啊 兒子也是有真憑實據的 證人我都帶來了 就在門外 我不認證 你不是很憤人嗎 我真的有伊朗 你不是很憤人嗎 你應該是阿姨 他就一直有捷住 他 我們還保持課 那您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